嘩 塗完我真的變得安安佳佳 我覺得我對不起Lisa 啊 太大了 現在那隻眼已經輪到V去幫我們化 看下一個究竟化妝師化出來 跟我們自己化出來的分別有多大呢 好了 我們說這麼快就已經射了半邊面了 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現在我們就會把我們寶貴的半邊面 為什麼加上V呢 就幫我們用它專業的手法 去幫我們化一個美妝妝 化妝的第一步 我們一定要先做好保濕 所以我們會用化妝水 用化妝棉去抹一抹面 一來可以清掉面上的污垢 二來可以幫助之後 你塗的保養品會更加吸收得好一點 即是出門口之前 還要化妝出來 我想我們沒有兩個衝應該都選不上 之後會塗一些保濕面霜 這步驟是大家都扭掉的 這個真的不懂 保濕面霜 每個人的皮膚需要都不同 因為有些人可能乾性皮膚 就需要一些保濕度強一點 但好像你這個油性肌膚 基本上就需要一些控油一點的 剛剛玻璃也說得對 有時候我們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 去配一些化妝底 平時如果是出門外 都可以塗化妝底 之前的步驟 加過的步驟就塗完防曬 塗那麼多東西 我化妝底 當然要塗那麼多東西 對 你要化妝的很簡單 我也會用到這支 加砂油的 不過我自己的用法就是 我會加在粉底 令到它的保濕度可以增加 為什麼會用手指 因為人體有溫度 那你上去面的時候 其實呢 那個溫度可以幫助妝更加容易貼服 用掃而你冷得洗掃的話 掃很容易會藏到你的臉的污垢 那我都會用這個 可以令它均勻一點 那這部有時候我都會 加一些定妝噴霧 然後就到剛才Fish 漏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就是遮瑕 什麼東西啊 這麼多牙齒啊 通常遮瑕會有什麼呢 就是黑眼圈 我們怎麼去決定用什麼顏色去遮遮不同的位置 就是譬如 通常黑眼圈 我們就會用 橙色 那如果好像Fish 有些刃或者有些暗瘡 通常我們都會用 綠色的遮瑕去遮 但是呢 因為用完這些顏色的遮瑕去遮 就好像Fish 那你會看到它的臉 就會一塊塊色 有時候我們都會用 我們剛才那個粉底色 在它上面再遮多一次 一來呢 可以遮瑕度增加 二來你看到呢 塗上粉底之後呢 那個顏色上就會協調一點 不會一塊 一塊 一塊 不過我們都要注意 就是遮瑕呢 都不可以說很大塊很大塊 因為如果真的太多的話呢 有時候可能你去到一天的中間的時候 你已經發現它就會開始脫妝了 我覺得呢 可能我真的沒有做過那些什麼保濕那些 這邊真的很乾 在完成底妝的最後一步呢 剛才大家都忘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是要碎粉定妝 這個是非常緊 首先要定妝呢 就是剛才上的東西 是膏狀和液體的 我們呢 碎粉呢 因為它是粉狀的 它就可以幫你剛才上的產品 就會變淺 還有呢 有些碎粉呢 會有閃粉 你的面色看上去都會好一點 我只想問 有沒有一些是必化的 即是必化的 有些可以生減的 又生減 可能現在戴口罩 或者可能你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 可能只有十分鐘 那我自己就會精減到去 可能保濕 面霜 然後底妝遮瑕 然後 最後可能畫一條眉 那就完了 就是最簡單 為什麼這麼簡單 這麼多的 眉都很重要的 我發現呢 剛才大家都畫漏了 因為阿Fish這個是寒妝 那寒妝 通常他們的眉型 都會喜歡畫平眉 一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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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筆的顏色 其實都是用回 跟自己的頭髮色差不多 就可以了 然後我現在幫阿Fish 用了一個眉Gel 我現在很好看 從那邊 然後我就用回阿Fish 用那一盒去畫眼妝 那畫眼妝的第一步 我自己都會先畫眼影 眼影我們都是由淺色 開始畫到深色 淺色的部分 通常都是大範圍的去調整 深色的部分 通常越貼近 你睫毛根部的位 就會越深色 那我就會選擇 都是偏粉的一隻 但就沒有剛才阿Fish 選擇那一隻 這個淺色就會用來做一個打底 然後用深色的這隻粉色 去畫 睫毛根部的位 我覺得剛才阿Fish 他畫漏了一個位置 就是阿Fish 閉眼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沒有顏色的 雙眼皮裡面那個位 你就畫漏了 其實很多人都有時候都會畫漏 其實我們下眼的位置 都要畫 下眼怎麼畫呢 我們眼睛看上 對 輕輕看上 那眼睛看上 怎麼幫自己畫 比如可能我當這個鏡 對 你的頭要低一點 然後眼睛看上 那你這個位置 就可以這樣幫自己畫 我們剛才看Lisa的妝容 有一個重點 重點是 就是它的閃粉 那我就會用一個閃粉 幫它 如果你們有些細一點的掃 也可以用一些細一點的掃 我會選擇一隻比較深色的 我會選擇 然後阿Fish 就拿了一個眼線筆出來 我搭他這支也是眼線筆的 但這個眼線筆就是眼線膠筆來的 跟阿Fish用的頭 就是好像芝毛筆一樣 然後這個 就是 它有點像蠟筆的質感 我自己會用眼線膠筆去畫 內眼線的位置 然後用這個去拉眼尾出來 如果我伸手的話 我都會建議 其實都會用眼線膠筆 對 眼尾就可以用棉花棒 幫助拉一點出來 填了這個睫毛 根部這個位置 眼睛很癢 我的右眼大了 Misa的眼線是比較 向上勾一點的 接著到夾眼睫毛 夾眼睫毛的時候 可以向下看 看自己大腿 盡量貼近這個根部 剛才呢 這個做法是對的 用棉花棒擠在膠水 然後呢 輕輕地塗進去那個 睫毛那個 筋的位置 不要太多 然後呢 我會用一個夾去幫助 看看頭和尾的位置 黏得緊 因為有時候頭和尾的位置 會鬆而鬆的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拿一個睫毛液 去把那個真假睫毛 把它們 黏在一起 同時 令到你本身的睫毛 不會塌 我們剛才看回Lisa的照片 她那些有很長的下眼睫毛 有個懶人做法 就是我可能會用眼線液 去畫少許下眼睫毛 只要不近看 其實效果也是差不多 接著到胭脂了 我們不如用剛才Fish選擇的顏色吧 其實Fish也做得對的 那個位置 其實也是笑了 笑 然後得出來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可以加上修容 就是剛才大家都不敢嘗試的步驟 對呀 那個打陰影 其實陰影也是 畫在旁邊這個位置 記得不要太誇張 只可以少少的 有影當然有光的 那我就加一個高光 在下巴位置 令到下巴比較尖 唇膏我們也是選了 Fish選擇的顏色 其實她選的顏色也很像 都是偏橙的 那Lisa的嘴比較厚 因為她是混血液 那每身嘴唇都比較厚 那我會塗一個唇邊 比較清晰一點的唇妝給她 Fish的妝就完成了 發現Lisa有一個類物的 有一個類物的 有一個類物的 加一個類物的 加一個類物給你 但這邊是天堂 這邊是 我所說的就是 對不起Lisa 我就是 Fish Fish 於是已經化好底妝了 現在就是要繼續完成之後的步驟 因為她這個妝是歐美妝 眉毛姐和剛才不一樣 剛才是平的 現在就會比較短一點 雖然出现 不霸氣會比較顯露 沒錯 Muki Eye當然要省下 我也是,深啡色 我覺得亞洲人未必會這麼適合 因為我們的輪廓沒有他們那麼深邃 如果你說Halloween或其他派對都可以試試 化這個時期要大膽一點 本來已經覺得你這邊很深色 那邊更深色 它的下眼影都是... 黑色的 黑色的 有空,右邊一閒上 它是一向的,Mix線 然後它剛才做了一件事 我覺得它的觀察力非常好 就是提亮眼頭 提亮眼頭 對,知道你是有的 所以觀察力強 這條眼線都是比較誇張的 對,還要誇張的眼線 我閃一點 沒有 不要縮了 不,我想斬 OK,OK 可以斬 斬一下 你不要不斷斬 即是你不要在電人 不是,很癢 你怎麼一樣? 收音吧 剛才我斬,但我不會電人 Muki Eye真的不太適合你 對不起 的睫毛 這是我自己的膽 眼睫毛 夾得不錯 而且你本身的睫毛也很長 有沒有不舒服? 沒有 差很遠 你看看看看看 加上眼睫毛就比較適合 即是整個妝出來 對 因為你容易飆眼水 我是容易飆眼水 所以它很容易滑到下面 嘩,又製作了 嘩,又製作了 嘩,現在好很多 對,現在好很多 麻煩,加大量的陰影 可以嗎? 弄瘦一點 應該瘦是瘦這邊一點 這邊好像沒有一個骨 而且這邊本身沒有那麼大 你看 會不會碎的? 經常都碎的 就是這個位置 它這個妝容就沒有什麼胭脂 所以我們也不可以加胭脂 你這邊很帥 你這邊真的不行 好,嘴剛才呢? 我們就用了一個遮瑕 去印上淺色一點 平時如果你們化的話 可能在底妝之前 可以先塗你的潤唇膏 上了唇膏的時候 就會不會那麼乾 它這個妝容的嘴 顏色會比較裸色一點 都會像嘴唇本身的顏色 如果本身嘴唇 好像玻璃一樣 比較深色的那些 就可以用遮瑕膏 去遮蓋本身嘴唇的顏色 然後再上 那這個顏色就會比較好看 你會不會有血色的 對,我跟它相反 你也相反 我已經是第一個 你不擦大口 我都聽得到你說話 這叫阿水淨 好了 然後它的嘴 你看到它有一點點光澤 所以我們也可以加一個 它的唇膏 令它一種 反光 水潤的感覺 真的化妝師 化的和自己化的 真的很不同 完成 完成 這邊是有化妝 這邊是無化妝 完 不,我都以為你自己化的那邊 是很重手 很黑的 誰知道 那邊就 新嘗試 但黑得來又好看 今天我們這個企劃 有一點點 自己運作自己來做 希望阿V 不要介意我們 糟蹋了它 怎麼會 今天我們就 麻煩阿V幫我們化了這個妝 化完這個妝之後 其實兩邊很大分別 自己化和他化 一邊是沒有化 一邊是有化 我也是第一次化這個妝 當時有很多 第一次 第一次黏眼睫毛 又 自己又不知道做什麼 又撞上一條妝都可以 你呢 你已經學了很多 由第一步開始學 那些前期 我覺得是最上 錯過的一環 你看到我一來 我抹完臉 我立即上妝 原來前期要做很多 保護皮膚 這是我重點學到的東西 而且眼妝 原來真的化很久 需要 要由淺到深 對 最記得淺到深 我想我以後會 快些簡化一點的妝 眼妝應該暫時 不要弄太反覆了 我會直接給阿V 麻煩你過來幫我化一化妝 那今天也再次 多謝阿V 偷時間 跟我們一起瘋狂 一起看看 下次我們還有什麼 新教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讚 不要分享了 我不想讓人看我的樣子 這邊OK 但是這邊沒有了 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Facebook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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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